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这意味着失去了产品的定价权,本期嘉宾,外贸电子商务资深营销专家夏涛,时间,2011年11月18日15,00-1700,主题,外贸电子商务如何做好个性化营销,访谈原因,长期以来,大量的外贸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时,都没有以自主品牌的形象出现,加之缺少对海外市场的认识, 大量中小外贸企业仍然挣扎在代工生产线上,靠定价低来开发市场的同时,也意味着失去了产品的定价权,随着外贸电商的兴起,给外贸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,但是面对语言的差异,文化的差异,消费习惯的差异,面对纷繁复杂的营销方式,如何才能做好个性化,差异化的营销,让国外市场的消费者了解到你的公司, 了解到你的产品,嘉宾介绍,精彩观点,做好当下的企业,不要朝三暮四,跟周围人学东西,主动问人,没人为你的未来负责,直到周围人都比你差再离开,坚持做一到两年,不管困难再大,都要有一门过硬的谋生手艺, 对客户有价值,对自己有价值,形式不重要,线下的信息会更多的通过网络传播,传统企业会涉足更多电子商务领域,即使那些纯电子商务企业,完整内容,问,夏老师好, 一,现因国外局势混乱,导致不少国内中小企业面临倒闭,能否请夏老师帮忙分析一下以后的出口形式? 二,从目前出口来看,现在LED产业与平板电脑一直处于领先位置,请问除了此两种产品以外,请问还有其他的产品吗?可否介绍? 三,因中国的Facebook以及YouTube进行屏蔽,除了LinkedIn以外,请问还有哪些是比较受老外喜爱的平台? 答,一,从未来的趋势来讲,有三大趋势,一,中国是未来最大的市场,所以有更多的外贸产品转向内销,更多国外品牌引入国内,二,未来欧美市场的采购需求疲软,东欧和拉美市场的需求在快速提升, 三线下的信息会更多的通过网络传播,传统企业会涉足更多电子商务领域,即使那些纯电子商务企业 二,据海关数据分析,LED已经有2000家企业在面临竞争,新涉足的产业和行业将面临资金和资源的竞争,没有好的产品,只有实力和定位的企业才能优胜劣汰,活得更久 三,您所说的是针对什么产品,针对什么市场,问,我们是做重型机械外贸电子商务的,工业屏开展外贸电子商务,您有什么建议? 个性化营销通过哪些渠道实现,咱,找到行业内的榜样公司,从小触着手,把企业所做的整理成文案和素材,包括企业的发展历程,客户案例,生产设备,流程服务,通过互联网,让更多的客户了解,问,作为外贸公司,是以投放B2B平台和展会,发邮件的方式寻找国外客户好呢? 还是以公司自己的外贸网站建设推广宣传为众好,哪个更有效呢?答,如果你是业务人员或者SOHO一族,我们经过测试,Google AdWords展会和广告邮件营销比较立竿见影,从企业来讲,一定是企业的网站为核心搭建网上营销系统,多渠道的带来询盘是比较有效的方式,而不是以前单一依赖某一个广告带来商机的模式。 通过线上带动线下的参展及买家见面,线下推动线上互动创造更多合作机会。 问,您对东欧市场未来怎么看?东欧市场会不会成为去欧美之后的一个新战场?答,是的,不仅仅东欧,还包括拉美,未来五年都有巨大的机会。 问,一,你离开原来的澳道公司了是吗?视为创业。 二,外贸市场,从你观察来看,敦煌为什么裁员裁得那么猛?是外贸市场真的不行了吗? 三,DX这样的公司,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?具体交易额会有多大?它的主要模式是什么? 四,为什么外贸B2C都那么低调?五,素卖通现在的营业状况是在持续上升吗?素卖通的客户需要做海外营销吗?还是素卖通统一帮他们做了?